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买房置地必知》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打造独特卖点,脱颖而出 二,网络营销的力量 三,时间管理与效率提升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打造独特卖点,脱颖而出 当然,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如何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中打造独特卖点 让自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在夜空中脱颖而出 这不仅是一个营销策略,更是一门艺术 一门需要我们用智慧和创意去雕琢的艺术 首先,我们得认识到 每个人,每个产品,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故事 就像古代的英雄史诗 每个故事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但是,如果你的故事只是简单地复制了奥德修斯的冒险 那么听众们可能会打个哈欠 因为他们已经听过无数遍了 所以,关键在于找到那个只属于你的史诗 那个能让人们耳目一新的故事 举个例子,想象一下 如果莎士比亚没有创造出那个独一无二的哈姆雷特 而是写了一个普通的王子复仇记 我们今天可能根本不会记得它 哈姆雷特之所以成为经典 是因为它有着深刻的人性探索和独特的哲学思考 这些都是它的独特卖点 在现代,我们可以看到 无数品牌和个人如何通过独特卖点脱颖而出 比如苹果公司 它不仅仅卖手机或电脑 它卖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创新和设计的理念 它的产品设计简洁 直观 这成为了它的独特卖点 让它在众多科技产品中脱颖而出 或者,我们可以看看特斯拉和它那位颇具争议的 CEO埃隆马斯克 特斯拉不仅仅是卖电动汽车 它卖的是未来的梦想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愿景 而马斯克本人 凭借它的个人魅力和对人类未来的宏伟愿景 成为了品牌的独特卖点 那么,如何打造自己的独特卖点呢? 首先,你得深入挖掘自己或你的产品的独特之处 这可能是一个创新的功能 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或者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体验 然后,你需要用一种清晰,连贯,吸引人的方式来传达这个卖点 这就像是在古代市场上的吆喝 你需要让你的声音在众多卖家中响亮而独特 最后,不要忘了幽默的力量 幽默可以让你的品牌更加亲切 更容易被记住 就像是在宴会上的那个会讲笑话的人 总是能吸引一群围观的人 所以,无论你是在推广一本书 还是在销售一款新的咖啡机 记得找到你的独特卖点 并用一种聪明、有趣的方式来展示它 这样,你就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网络营销的力量 当然,网络营销的力量 啊,这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故事 古老是因为它根治于最基本的人类行为 交流和说服 现代则是因为它利用了互联网这个不断进化的奇迹 现在,请坐稳 让我们一起穿越这个充满数字魔法和病毒式传播的世界 首先,我们得承认 网络营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它能够让一个小小的创意在一夜之间成为全球现象 想想那些因为一条推文 一张图片或一个视频而爆红的品牌 这不是巫术 这是网络营销的力量 举个例子,你可能还记得那个名为冰桶挑战的活动 这个活动通过网络传播 让无数人为了支持剑动症研究而浇冰水 这不仅仅是一场公益活动 更是网络营销的一个经典案例 它展示了如何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 将一个信息传播到全球每个角落 再比如,有些品牌通过制造有趣的或者情感共鸣的内容 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们的推广大使 你有没有在朋友圈里 看到过那些让人忍俊不惊的广告 然后忍不住转发给朋友 那就是网络营销的隐形手在操控 但是,网络营销也不是万能的 它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伤害到品牌的形象 比如,如果一家公司试图在社交媒体上制造病毒式内容 但内容却不真诚或者太过强硬 那么,它可能会遭到网民的反击 变成一个网络笑话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 网络营销的力量还在于它的精准度 通过数据分析 营销人员可以了解消费者的喜好 习惯甚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然后推送最合适的广告 这就像是你走进一家餐厅 服务员已经知道你想要点什么 甚至连你的饮料偏好都一清二楚 所以,亲爱的听众们,网络营销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既需要创意的火花,也需要数据的支持 它能够让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能够让一些不小心的失误成为永恒的网络记忆 在这个数字时代,掌握网络营销的力量 就等于掌握了触达世界的钥匙 只是别忘了,这把钥匙也需要负责任的使用 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毕竟,网络是个大舞台 每个品牌都是演员 而每个点击都可能是一场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时间管理与效率提升 各位同学,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时间管理与效率提升 这个话题就像是那个经典的 鸡和蛋的问题 到底是时间管理让我们高效 还是高效让我们有了时间管理 好吧 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课后去哲学系讨论 现在我们来点实际的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大佬们是如何管理时间的 比如,本杰明 富兰克林 这位美国开国元勋 不仅是政治家 科学家 还是时间管理大师 他有一句名言 早睡早起身体好 富裕 智慧和精神好 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他还制定了详细的日程表 每天精确到半小时 如果富兰克林有智能手机的话 他一定会是日程管理AB的忠实用户 再来看看达芬奇 这位全能的艺术家和科学家 据说他使用多项睡眠法来提高效率 也就是分散睡眠 一天睡多次 每次睡少量时间 这样他就能有更多的清醒时间去画画 发明和做各种惊人的事情 不过,我得提醒大家 这种方法并不适合每个人 尤其是考试前夜 千万别尝试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现代的时间管理 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方法 叫做番茄工作法 你设定一个定时器 比如25分钟全身灌注工作 然后休息5分钟 这就像是给你的大脑 来个小小的迷你假期 但是,如果你的迷你假期 变成了迷你聚集马拉松 那么我们的番茄 就变成了沙发土豆了 还有一个方法叫做二八定律 也就是帕雷托原则 它告诉我们80%的成果 来自于20%的努力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专注于 那20%最重要的任务 但是,问题来了 如何确定哪20%是最重要的 这就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判断力 和优先级设定的能力 如果你把80%的时间 花在了挑选Netflix上的电影上 那么你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你的20% 最后,我想说的是 时间管理和效率提升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则 它们需要根据个人的生活习惯 工作环境和个人目标来调整 就像是做菜 虽然食谱上写着要放三勺盐 但如果你不尝一尝 怎么知道是否和你口味呢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 当你们在努力成为时间管理大师的时候 别忘了偶尔偷懒 放松一下 因为有时候最高效的事情 就是什么都不做 给自己充充电 记住,即使是最好的机器 也需要定期的维护和休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如何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中 打造独特卖点 以及网络营销的力量 和时间管理与效率提升 通过找到自己的独特之处 我们可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通过网络营销 我们可以触达世界 将品牌推向全球 通过合理的时间管理和高效率的工作 我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 取得更多的成果 总的来说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 还是在商业竞争中 打造独特卖点 利用网络营销 和提升时间管理与效率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策略 不仅可以让我们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还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实现个人和商业目标 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内容 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